他是我的狗狗 然後你學的他很可愛 你想要摸摸他 這時候你要先做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先問過我的同意 因為我才知道他會不會養人 所以你先問我 嗯? 可以 那我想 等一下 這樣我會想 請你站在這邊 請你站在這邊 你站在那邊邊站很近 然後我想問狗狗 你這樣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會 好 為什麼狗狗壓力大呢 我們剛剛師傅有說過 他體型比較小 所以他比較大 所以 你在他狗狗旁邊 他的壓力會很大 我們要怎麼正確地站在狗狗旁邊 讓他沒有壓力呢 首先 好 你要蹲下來 蹲下來就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對狗狗釋出 友善的行為 讓狗狗知道你是友善的 我們要怎麼做咧 請你把手舉起來 你們也要舉 好 請你把手舉起來 輕輕地握拳 然後靠近他的鼻子 不是揍他 讓狗狗滾 為什麼要握拳 不是張開手咧 我們不知道那隻狗狗 心情好不好 到底會不會咬人 雖然主人說不會咬 可是還是有機會 如果他真的很不高興 那你覺得這樣被咬 跟這樣被咬 哪一個比較痛 這樣子 這樣這樣 哪一個比較痛 這樣 好答案都很痛 好 但是 你如果握起拳來 這樣子被咬 至少 他的手 沒有那麼多肉 反而不會受傷很嚴重 可是如果你張開手 整個手心被咬下去 那 受傷的範圍就很大了 所以呢 我們輕輕地握拳 然後靠近他的鼻子 然後這隻狗狗好像很驚訝的樣子 好 那我想 你摸他的手 你看他會不會 啊 好 狗狗的手 非常的敏感 你不可以去摸狗狗的手 你摸他的手 他會往後抽 他會覺得你到底要幹什麼 我們記得一個原則 不要摸狗狗看不到的地方 你不要去摸他的手 你必須要摸狗狗看得到的地方 那我想請問各位同學 狗狗哪裡被摸最舒服 有人知道嗎 好 老師說了 下巴 所以呢 你一開始 輕輕摸他的下巴 假裝摸就好 好 這時候狗狗沒有覺得你很討厭 你也不可以摸狗狗的屁股 好 那你這時候才可以摸摸他的頭 好 謝謝這兩位同學 然後我們點他無聲的補掌 然後我們點他一把很多的同學 出來 出來